企业的内部有资源有能力 我们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些最有价值的内容 这个最有价值的内容被称为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这个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 叫普拉哈拉德和海默两位共同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核心竞争力指的是对组织的竞争优势最有贡献的那些个能力 那么核心竞争力如何判定呢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判定标准 我们又称为varium模型叫V R I O四个要素 说到这个varium模型啊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小故事 在早期的时候提到这个varium模型指的是四个词汇 第一个V指的是valuable 有价值的 这个能力它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R呢是rare 是稀缺的 不是人人都能有 第三个呢叫I是hard to imitate 很难被模仿 最后一个O呢叫organizable 企业可组织的 所以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提出这个模型啊 那么提出的四个标准分别是 有价值稀缺难模仿可组织 可是后来随着学者们的研究 大家对于可组织这个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 认为它和前面三个不在一个维度上 于是呢提出了第四个标准 叫难替代的 难以替代的 但是因为varium模型这个名称已经广为流传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模型还叫Vrio模型 可是最后那个O已经和不可替代的能力这个属性呢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就可以了 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模型有四大特征 分别是有价值稀缺难模仿不可替代 有价值指的是它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成本 或者是提高收益 所以品牌会产生溢价 对于化妆品公司奢侈品公司 他们的品牌对于高端的产品啊 豪车他们的品牌都能够带来溢价 所以它的品牌能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因为它除了能够满足有价值以外 它还是稀缺的 品牌可能凝聚了这个企业百年以上的发展历程 别的企业要去模仿非常难 而且呢不是那么容易被打造的 所以它稀缺 又难以模仿 很难被其他的企业去模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品牌 最后呢它也很难被替代 不能够被价格或者是简单的性能所替代 因此品牌可以成为奢侈品名表豪车这些个商品 他们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对于一家生产医药的公司 它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往往是研发 因为医药的研发投入 平均一款新药的投入 可能都要在10亿人民币以上 投入研发的时间可能要在8年左右 因此这么大的投入 强大的研发力量的支撑就不可或缺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于医药企业来讲 研发往往是它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 它的获客能力 它对于客户的响应速度 可能成为它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那么对于一所商学院 它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往往是最优秀的教授 他们所产生和传递的思想 对于你所工作的企业 你觉得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具体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有方法的 不是简单的拍脑袋 什么方法呢 往往一些管理咨询公司 它在帮企业做战略咨询的时候 会进行内部的分析 内部的分析会采用调查 访谈 工作表单的搜集 座谈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梳理这家企业 具备什么样的资源和能力 可能会罗列出很多很多条 当他把这些资源和能力 都找到梳理出来以后 他可以进行Delphi法 做专家打分 通过不同角度的专家打分 对每一条资源或能力的属性 去评价 他在VRIO 也就是刚才讲的 有价值 稀缺 难模仿 不可替代 四个维度 都去进行打分 打分完了以后 取所有人打分的这个均值 或者用一些更加复杂的 多次的收敛的方法 去得到每一项资源或能力 它的分值 那么得分最高的 那么几条 就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我们在咨询实战当中 也会采用的一些方法 也是许多同学 在毕业论文当中 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方法 叫核心竞争力的判定 简称VRIO模型 Vero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杜员力的判定 数据